上回书说到 不好意思 放错了 昨天 我发现了德鲁王子身份的谜端 这个家伙竟然会说普通话 并且一直瞒着我们 这件事必须尽快告诉大炮 大炮 大炮 咦 人呢 走的时候在甲板上 难不成已经醒了 大炮 跑哪儿去了 真是的 毕竟是自己人 下手难免有一些心思手软 大炮不会是回到大船上了吧 德鲁可是一号危险人物 要赶快把他叫回来 辉哥 辉哥 老子们 老子们 有比古牌不 一天年年 德鲁大哥 辉哥呢 没在船上吗 但是 为什么去啊 啊 不应该啊 木划上也没在 这上哪儿去了 没呢 德鲁 辉哥 那你去了那么长时间 找人是怎么样了 这个 这个 辉哥那边我都告诉他了 好 说了 那你回来找什么辉哥 白不动手 要是有什么东西 对不起 大哥 我也不知道怎么回事 这晕倒了 德鲁 辉哥 辉哥 没有做什么技巧 我去船船 离不去我船 啊 不要啊 大哥 我错了 再说 这船舱在哪儿啊 我也没去过 你个笨子 给我来 笨子 这 这转离花鱼 今晚就是转离东西光鱼 那个地方 促进了骨骼 现在过去 把它修好 啊 白事不老 去把手要承卖 啊 大哥 我真知道错了 拜拜 这个家伙笨得要死 要不是想利用起来招揽辉哥 怎么会让他过来 另外那个家伙也没在破船上 跑到哪里去了 大哥也真是 这事又不能完全怪我 大哥走远了吧 哦 来回跑了这么远 早就把我累坏了 不干了 不干了 哇 这花园里还有西瓜 快躲起来 啊 这瓜真甜 没想到我大炮也有这一天 竟然沦为传仓的苦力 苍天啊 讲不讲点道理啊 我还年轻 我还年轻 上有老下有小 咦 咦 这不是大炮的声音吗 鬼哭狼好的 不是说来享福吗 哦 原来这大船底部 啊 我错了 大炮 啊 我错了大哥 能修 能修 马上就好 噓 噓 噓 别喊 是我 啊 辉哥 吓我一跳 你怎么来了 大炮 快 跟我走 为什么啊 辉哥 那个德鲁王子有诈 他会说普通话 之前都是骗咱们的 怎么可能 我没听出来啊 不是 你先跟我走 咱们路上说 以后为我所用 大炮 就现在 快进来 快 辉哥 走 我电后 挡住他 这 快啊 辉哥 来不及了 呃 辉哥 快走 别管我 大炮 你 一个都别想跑 哎 等着我 呃 快 先撤 该死 这次来的仓促 武器没有随时携带 不然肯定不会这么被动 都怪我 没有考虑周全 这才让大炮陷入危机之中 大炮 等我 我一定会回来救你的 竟然还藏着斧头 算那家伙跑得快 这茫茫大喊也不好搜血 随他去吧 只要把这个傻家伙抓到手里面 到时候肯定会乖乖送上门 哎 哦 这家伙 沉得跟头死猪一样 先建造一个牢房 放在最显眼的地方 江太公钓鱼 愿者上高 等他主动送上门 一网打箭 完全不费吹灰之力 哈哈哈哈 哦 哦 总算是回来了 今天是木发求生的第92天 德鲁暴露真实嘴里 队友们出手进攻 大炮不幸被击中 惨遭毒手 我也深受剑伤 勾起逃回 不知道大炮那边 现在怎么样了 我需要马上展开营救策略 大炮 等我